圆满可以啊 如果你家里有佛堂 你把你祖先牌位供在佛像的旁边 每一天送进念佛 给祖先回想 这样比什么都好 这是最圆满的 如果长久供一个牌位呢 最好是供木头 供一个正式的牌位 永久的牌位 非常之好 第二个问题 他说那人有六姐妹 已婚嫁 排行老三无难丁 父已是 安奉佛光寺 是否可请牌位 回这 奉阳参拜 这个跟前面是一样的意思 可以的 学佛的同学 家里供祖先牌位 没有机会 佛教导我们 第一句话 就是校养父母 就是校养父母 奉司司长 所以我们自己 不但供祖先牌位 也供老师的牌位 你们在这边都可以看到 我们老师也都往生了 我们供奉他的牌位 供奉他的照片 时常展览 提醒自己 不忘住 不敢忘记 父母老师的教诲 这个就是校庆 准思 这个是 大概是台湾同学提提的问题 一共有九个问题 第一个 教化宣扬 圣贤教育人才 需要具备哪些要素 大概就是条件 要具备什么条件 这里面 第一个条件 就是佛讲的 要发菩提心 不发菩提心 那就难了 菩提心是什么呢 菩提心就是 我们这个对联 这边所挂的 真诚 清净 平等 真诚自卑 必须要具备 这样的心 有菩提心 才能有菩提心 菩萨心 菩萨心最重要的 弟子规要 百分之百的落实 如果弟子规做不到 诸位知道 十善业就做不到 十善业 是佛法的基础 十善业到今 诸位都念过 那么我们讲解的 你也听过 你就知道 佛在这部经典上 佛在这部经典上所说的 无论是大臣小臣 贤教密教 宗门教养 只要是佛法 乃至于 人天善法 通通通是建立在 世善业到的基础上 没有世善业到 不但没有佛法 连人天罚也没有 换一句话说 你是人生之后 你就不能再得人生 那我们今天想一想 这个在家出家同学 几个人做到了十善业 世善业不能落实 那是假的 不是真的 我们尽宗 修修 指导的纲领 就是世尊在观经里面讲的 敬业三福 三条是一句 这个是我们尽宗修修纲领 第一句话 就是校养父母 奉思思长 慈心不杀 修世善业 我们想想 这一条也没做到 有很多人说 我们做到了 我很孝顺父母 我也很尊敬思长 听了弟子归之后 有人就流下眼泪了 忏悔 确实没有做到 自己也会做到 所以弟子归 就是敬业三福 第一条点 前面两句 校养父母 奉思思长 怎么落实 弟子归就是落实 你不做不行 后面两句 慈心不杀 修世善业了 就是世善业道的落实 这个我们在讲 讲经讲过很多很多次 世尊在戒经里面 跟我们说的很明白 学佛 如果不先学小乘 后学大乘 非佛弟子 这个话是世尊说的 那么是释迦牟尼佛 给我们开出条件 你要学佛 你不先学小乘 后学大乘 就不是佛的修生 不是佛弟子 佛法传到中国来 两千年前 懂不懂这个道理呢 懂 有没有这个方法修呢 依照这个方法 所以隋唐时代 中国这个佛教 封为十个宗 十个宗里面 就有两宗是小乘 陈诗宗跟俱学宗 两宗是小乘 小乘经典翻译的 非常完备 现在诸位在大乡经上 看到四阿含小乘经 我们现在把它变成阿含部 阿含部里面 阿含经有很多很短 总共差不多将近有三千部经 有的一部经只有两三百字 南亚 泰国 缅甸小乘国家 他们用巴黎文 巴黎文的藏经 就是小乘藏经 我们的阿含 跟它两个对比一下 它只多我们五十几部 你就晓得 这个小乘经翻译的是 多么的完整 将近三千部 它只多五十几部 可是这两宗到唐朝中叶就没人修了 现在这两宗都没有了 早就没有了 那我们是不是违背了世尊的教诲呢 跟主书说并没有违背 而是中国人在从前 无论在家出家学府 都念孔子书 都念老子书 所以有儒跟道的基础 那这样子 乳大臣没有问题 乳道代替小乘 那么现在我们学佛麻烦来了 小乘没有了 乳也没有学 道也没有学 这一下就像大乘 所以你诗善也道走不道 这就是我们修学梅根 那怎么行的 所以这些年来 我特别提倡弟子规 弟子规是什么 儒家 用这个来代替小乘 既简单又容易 我认为我们修学梅根 我认为我们修学梅根